那这次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个防弹坐车之外呢 我想大家现在就非常的期待 就等着席拜会登场 席拜会的登场 他选择这个地点 也是有他的用意的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在旧金山 比较近郊的地方 费罗利庄园 那么这里占地265公顷 里面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这个建筑物 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文艺复兴风格 很典雅 2.8公顷的果园 1.6公里的小径 你这样子看 你可能感受不出什么 但说实在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很大的花园 然后呢 这个一年四季当中 最美 而且游客最多的 其实就是春天了 那时候是百花齐放 结果这次是选在 这样的一个地方 来举行席拜会 不是在那个 你想的APEC峰会的 那个场边 开一个房间 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大师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考量 第一个这个 层级高 关系够 才能够选这样子的场地 其实 谁选的 我觉得双方协定的 双方协定的 因为说实话 这种场地的危安比较好处理 危安比较好处理 另外呢 就是说 会发生这种突发的事情 或者说不可控的事情 是比较少 你如果在一个 因为旧金山不是华盛顿 它这种公务的场合不多 属于联邦的公共工厂 它在一般的旅馆的话 那个就感觉第一个关系不够近 对 第二个的话就变成就是说 它危安各种 各方面都不是那么方便 这种场地非常适合谈这种高层的会谈 第一个我看了那个影片 这场地非常华丽 有点像这种 有点这种 这种欧洲的这种 古堡皇宫的那种水准 那也够大 然后呢 最主要表示 这关系的亲密 对 因为西方人的话 中国人一样 你请到家里面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在旧金山没有拜登的私底 那他在这个地方 就有一点点感觉是这种 非常非常怎么讲呢 隐秘 关系比较近 然后静下来谈事情的 对 而这一次想要打破记录 因为美国之音已经说了 预计是想谈四个小时 对 因为上次谈三个小时 是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地点选择 是等于说精心单排 有人说是中国大陆要求的 对 我觉得也有可能 因为这样场地的话 任何人真的到了美国以后 尤其这种高层的 你美国这么 这么混乱的一个 这个状况 城市混乱的情况 办这种大活动 选这个场地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招 非常高招 那也符合两者的身份 非常尊贵 对 那么接下来我请教一下 这个蔡委员了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费罗利庄园 说实在话的 这个我今天一看到这个消息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马上想到的是说 这样的话气氛会更好 更轻松 很舒压 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你说就算没有像是在春天 那种百花齐放 这个时间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那委员 那么我也想到的就是 之前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还被带到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什么呢 广州的这个茶园来喝茶 对不对 就是那样的气氛要再次的营造出来了吗 其实这些两国元首见面 要营造一个气氛 不只是他们当事人 能够有感受到这种 比较温和舒适的气氛 其实也在跟两国人民传达消息 就说我们现在两国的感情 已经逐渐可以到庄园里面喝茶聊天了 而不是在会场上剑拔弩张 你一言我一语 或者像那个土丁弄了一个这么长的桌子 叫你坐那一头 已经就是 其实他们在安排这种东西 我想介大使是非常专门 有刻意的为了塑造气氛 到底是我要跟你好好地较量的气氛 还是我们要温和好好来合作的气氛 所以就刻意要做这种气氛出来 那这个庄园 他是已经是由这个大富翁 William Burris已经七转八转 已经捐给了美国内政部首辖的一个 什么历史古物基金会 所以他算是一个工产 美国政府要出钱去维护 这收门票大概应付不了 应付不了这个处理 那这个地方当然有很多 因为里面有收 可是你没有拍到 里面收了很多的中国的一些 收藏物 收藏物 还有壁画还是什么屏风之类的 有一些瓷器 这个我不是那么大的内行 我水平没有那么高 因为中国的文物 太多朝代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里面是有收藏 那因为地带的主人 他就是金矿的矿主 那他找了很多中国的劳工 技术人员 还有帮他记账的 通通是中国移民 所以他对中国的谷物就收藏很有兴趣 是这样来的 那他盖的这个庄园 本来是要自己养老的 后来他走了以后 他的儿孙就转了一手给另一个公司 后来这个公司就把他捐给这个 美国内政部首辖的一个基金会 所以大概目前算是这样做 那现在拜登 刚才现在讲对 这个庄严那么大 所以不受外界干扰 那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岸田文雄想跟习近平见面 那大概就没得谈了 为什么 岸田文雄没有这么好的庄园 在美国没有 难道去日本料理餐厅去吃料理吗 这有点怪 不过总是好事啦 总是好事一种 就是可以凸显出 就是说中美之间跟这个 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 那个差别还真有差 当然 确实不容易 不过我想到 旧金山好像有一个日本森林 真的啊 我没去过 但是那个应该不适合说 那两国的领导人在那边会面啦 因为那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 我想大家除了看他跟拜登 到底怎么谈之外 就是这场晚宴也颇受瞩目 那到底谁要去参加 大头都要来 甚至据说呢 现在说很多人想去没得去 还说排后补 这是Bloomberg自己 都有这样的报道 那我们来看 像现在有花旗集团的CEO 埃克森美福董事长 微软的CEO 特斯拉的马斯克 都有获邀去参加这个晚宴 但是苹果的CEO库克 却没有来 没有要参加 结果有人说 就是派一个高层参与 然后库克本人上个月 有到过北京访问了 所以就不用来了吗 来 介大使 这个是很值得推敲的 库克为什么不去 对他来讲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苹果的整个的 它的大部分 它95%都还是在中国嘛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进一步了解 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会办这一次这样子 这么盛大的一个 这个跟民间尤其是企业界的 这样一个参会 这跟最近大陆 对美国政策强调四个重点有关 它这个四个重点 就是要在民间 人民青年跟什么地方 多加接触 那它有一个 有一个也不是 有一个有一个几个 格言 中美关系 基础在民间 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政客 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 今天你跟拜登搞的 讲了一大堆 搞不好明年 到12月 11月选举以完 拜登就下台了 或甚至明年他没有被提名 都完了 我们刚刚讲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气候危机的 阳光之香 这个计划能维持多久啊 换了川普的话 这个计划绝对给你停了 他巴黎协定 气候协定他都退出了 还给你搞什么气候变化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大概 跟那个川普啊 拜登这些啊 交手的这个经验就发现 还民间还比较长远一点 还比较稳定一点 你是建立在一个什么 经贸的基础上 而不是美国政客 自己的短暂的政治利益之上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一次 就刻意强调了这场参会 当然事先也有一点波折啦 因为本来是说 先办参会 再跟你拜登见面 那当然拜登不愿意啊 拜登想说 你先跟我的 你把我当做第二位 对不对 那你把这些 这些工商业大佬当第一位 这太不给拜登面子了 所以当然这个 我觉得传言是真的 美国大概有意见 那现在就先见拜登 然后再跟这些工商业的 这个美国巨头见面嘛 对对对 那不过这个就可以显现出 中国真正的实力所在了 那中国现在的实力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就是市场 这个市场它基本上不但是非常的蓬勃 而且它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 今天中国的平均国民所得 很多还在继续往上走 这个GDP啊 那虽然有些省已经到到达这个 已经这种接近开发的这种程度了 可是呢还是很大片的这些区域 还是有开发的潜力 是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举目望去的话 美国市场足以寄望吗 欧盟市场足以寄望吗 对不对 那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还没有成型呢 就一个中国市场 所以做着美国这种跨国企业的话 他不对中国市场寄望 他对谁寄望 而且从他们的实机 业绩来看的话 中国是最让他们获利的 最让他们获利的 所以习近平到了这些 各个工商业界大佬 他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来 那是必来不可的 这就展现了 习近平在美国 可能受欢迎的程度 可能有人说还高过拜登 是 这个看得出人气 对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们试过欧链 我爱你 明年任何回事 人身体健康